超级妈妈陈因美独自带三位子女到主题公园游玩度过三天两夜 陈豪和陈因美一直都是圈中的恩爱夫妻,她们夫妻俩分工明确 最近陈豪又开始忙工作了,而陈因美则在家负责照顾三位子女 日前她再次化身超级妈妈,独自带着三位子女去主题公园游玩并且在里面度过三天两夜 陈豪今年其实工作也是很忙碌,年初去了内地拍外景 就在前段时间才有空回家当好老公,好爸爸,陈因美在最近更晒出夫妻的恩爱合影 她主动亲吻老公的脸颊,不过搞笑的是就被大儿子挡住镜头破坏了气氛 原来最近陈豪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所以陈因美只好再次独自照顾三位子女 日前她就带着三位子女一起去主题公园玩耍,她和子女们带着同款可爱口罩来了一张自拍 陈因美与子女合影就笑得很开心,她竟然没有用美颜,看得出有岁月的痕迹,不过看起来还是很美的 三个小朋友在主题公园玩得非常开心,在拍照的时候三位子女的姿势也是相当搞怪,看起来很活泼 在游乐场不停玩和吃,其中发现女儿是越来越像妈妈陈因美了 她们一行四人并不是只有白天在那里,陈因美表示她们是从周五到周日都在主题公园里面度过 陈因美前几年一直都是化身超级妈妈独自带着三位子女搭飞机回多伦多探望爸妈 虽然今年没有回去,但是她觉得此次的行程也是非常辛苦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